我们今天开始呢进入南华经内七篇的第五篇 德冲福 总共有七篇 现在讲到第五篇 德冲福 这个福讲的是什么呢 福讲的就是心 他为什么说福呢 因为心里平常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 心在什么样的时候呢 心静相福的时候 你才感受到它的存在 内心还有外境 福相福 这个符合啊 内心和外境 像我们现在就是啊 我们现在每个人内心和外境 和佛堂 还有佛堂正在上的课 还有无形的先佛菩萨 哎 相福 人与人相处的时候 或是你做家事 也是啊 心静相福 甚至你开车 心静相福 你怎么用心 心怎么和环境呢 能够符合的很好 很恰当 所以这是福 那我们在心静相福的时候 必须要让我们这个德 大德充满 一般人在心静相福 心静相对的时候呢 它产生的不是大德充满 它没有道德的 它只有什么 邪见 还有欲望 所以它不是德充福啊 它是 邪之邪见 还有 贪欲啊 贪心欲望啊 充满了这个 心静相对之中 所以德很抽象的东西啊 很具体的就是什么 所以它这个 中国人是比较实在的 很贴切的 说 我们的德要在心静相福的时候 不能说我自己坐在那边打坐 觉得自己很有道德 要应 应积随缘的时候 简单的说 应积随缘的时候 哎 你有没有德 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 对不对 平常觉得自己 很有度量 静一出现 有人 骂你 伪君子 你就翻脸了 对不对 你为什么骂我伪君子 我真的那么虚伪吗 你才是真小人 也骂不完 对不对 所以 心静相福的时候 有没有大德充满 有没有大德充满 你不能光自以为 自己很有德性啊 一碰就知道了 一碰就知道了 所以人只有在 面对外境的时候 刚才上课以前 黄景安是才在讲 说 也有的 前嫌 经典读得很通透 道理 体悟得很深 但是呢 没有办到的实战经验 不够 所以心静相福的时候呢 感受不到这种德 感受不到德 所以我们说修办啊 修办一体啊 就是你办到也好 办事也好 在办的时候呢 就是心静相福的时候 心静相福里面 有德就叫有修 所以修办就在这里了 办到办事 就是心静相对的时候了 这时候呢 有没有德 就是修 不是光办事就好了 你办的时候 你办出来是什么 你用你的德去办的呢 还是用你的邪见去办 还是用你的欲望去办 有人假借办事啊 然后来怎么样 圣凡不轻啊 钱财不轻啊 男女不轻啊 也有啊 也是说在办到啊 办出很多的 赤赤非非出来的 这就是有办没修嘛 所以这个得冲服 就是要有修有办 简单的说 用我们道心熟悉的说法 就是办的时候有修 就叫得冲服 办的时候没修 就得不冲服了 福是 心静相福 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时常要面对的 睁开眼睛 就面对这个环境 天气冷一点 热一点 都会影响你的心 你有得的话 你就可以如如不动 你没有得的话 太阳大一点 你就受不了了 汗流多一点 就烦躁起来了 更不要说身边的人 讲一些不重听的话 脸色不好看 或者事情不顺利 或者身体不舒服 太多境界的变化 会让我们的心 忐忑不安 焦虑烦恼 为什么 没有得 没有得冲 没有得冲 所以最重要的不是说 你静下来 杜绝外境的时候 你觉得自己 身心调适的很好 那个不重要 重要是你 心境相对的时候 那时候才显出 你有没有得出来 这个时候才是 得要充满的时候 得要在这个时候 显现出来 那是关起门来的 应对万境的时候 有没有得在这个时候 就可以显现出来 得冲 所以注意这个福很重要 南华经啊 我们庄子 讲到心 他用福来说 就讲得很好 心子于福啊 心子于福 在人间事里面 有讲到 心子于福 心 无形无相 在什么时候 你才可以看得到他 福的时候 心境相对的时候 看到 这个人是这样的心啊 对不对 这个人心出现了 一件事情发生了 人事 你怎么面对人事 他的心就出现了 他是好心还是坏心 就显出来 他是慈悲心 还是诚恨心 就显现出来 心只有在心境相符的时候 会停止在那里啊 要不然心 你根本看不到啊 好像天上的鸟 飞啊飞啊 你根本看不清楚 他是乌鸦还是孔雀啊 停在枝头上了 你知道了 哦 乌鸦 不是凤凰 是乌鸦 为什么 一停在那里 就是生气 就是怨恨 就是不满 就是贪心 露出 怎么讲呢 露出马脚来了 对吧 露出马脚来了 心直于腐 平常看不到的 在这个时候 你才看得出来 平常端坐在那里 谁看起来都不像 都像菩萨 对不对 不像菩萨 一动起来就知道了 一办起事来就知道了 把那个心 就整个显现出来了 他的紧张 他的焦虑 他的愤恨 他的计较 他的心是大心还是小心 都露出来了 所以 在这个心啊 心境相符的时候 你有没有大德充满 这个不要说 先佛菩萨看得到 人也看得出来 平常道理讲这么好 怎么碰到事情 又说是这样子 书读这么多 碰到事情又说是这样子 这么小心眼 这么大的人 心那么小 就露出来了 心子于福 不要以为人家 人家看不到你的心 事情一发生 就看到 看你怎么应对 在应对之中 就会看得到你的用心 就看得到 所以我们要德充满 心子于福 所以呢 要让这个德啊 充满在这种 充满在 应激 对于对境 随缘之中 这时候是最重要 修实最重要的时候 就是办的时候 没有在办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 自己修的好不好 不办事怎么知道呢 不办事 大家坐在那边都一样啊 对不对 叫你起来扫个地 马上见真章 对不对 扫个厕所 马上见真章 就度个人 马上见真章 就成全这个人来上课 看你怎么成全 见真章 你有没有德 就显现出来了 好 我们现在来看 像这个很难 所以说他就举实例 就说 这些古代的这些 大德者 他在心境相符的时候 他怎么样子 对境安心啊 安顿身心啊 不能关起门来 安顿啊 对境安心 怎么样对境安心 那我们看看 自己又是怎么样 对境安心 同样的境 当你碰到的时候 你心是怎么样 人家是怎么样 对比一下 好像跳水选手啊 最近不是在世韵吗 我们不是得了好几面 什么 溜冰鞋的那个 那个金牌吗 看人家是怎么溜的 为什么溜那么快 你为什么溜那么慢 还会摔倒 比较一下就知道 如有物者 如有物者王台 他说 鲁国呢 有一个断腿的人 叫物者 物者就是他断了一只腿 只有一只脚 物者 那只有一只脚的残缺者啊 残障者 名字叫王台 从之游者 这个游就是游学啊 那我们到天律来 来学习 这叫游 游学 游学于门庭之中嘛 所以从之游者 就是跟随他学习的人 与众尼相弱 跟着他学习啊 学道的啊 学真理的啦 学作人 处是道理的啊 和孔子 人数差不多 与众尼相弱 这个很特别啦 孔子是大乡人 但他只是一个残障者 为什么追随他的人跟孔子差不多呢 人数差不多呢 然后长济 孔子的弟子长济 就问这个孔子说啊 王台 勿者也 他说王台是一个 断腿的人 残障者 从之游者与 夫子中分辱 那么跟随他学习的人啊 和夫子和孔老夫子你呢 可以说 平分辱国的啦 平分辱国 如果有一半的人追随他 一半人追随你 但是这个人呢 立不教做不义 虚而往实而归 他说他站起来 他不是说站 像后学站在这里就要讲课啦 坐下来就要讨论义理啦 对不对 坐下来就坐谈啦 讨论义理啦 站上来就要教学啊 他说站在那里他不教学 坐下来也不会讨论 不讨论义理 不是说有的人是站在那边讲课的 那有人擅长是坐下来双向交流的 他也不做单方面的教育 他也不做呢 双向交流的讨论 可是呢 趋而往实而归 可是一个人内心很空虚的人 很迷惘的人 去接近这个王台 这个王夫子 等到他回家的时候呢 他觉得自己身心很充实 收获很大 事实上一句话都没听到 就像巴逗就搖的 那去那 也没吃什么咪啊 回来的时候呢 哦 巴逼都 就像这种感觉 充电充得饱饱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到道场充电 就是这样 充电充得饱饱的 不需要听道理的 他是怎么样子去摄受众生的 其实我们道场有这种力量 有这种力量 有很多道心道道场 他不学习的 他光来充电的也有 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 那听课都来睡觉的 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然后听完课又 哇 好充实哦 好充实哦 充电充得饱饱的 本来很空虚 本来很苦恼 那些都不见了 就被大德充满了 内心的忧愁苦恼都不见了 只剩下什么 只剩下仁义理智 充满了爱心 也很乐意牺牲奉献 事实上什么道理都没听到 虚而往实而归 那他这边讲的不是道场 这是他个人 个人有这种磁场 可以让人接近他的时候呢 什么话都没听到 就觉得已经得到教导了 生命就已经得到知论了 故有不言之教 无形而心成者也 是何人也 他说真的有这种不言之教吗 不用言语还可以教导人吗 教育别人吗 无形无相 无形就是没有任何的行为 没有具体的 外表现出来的行为 叫无形 而心成者也 可以用心去成就别人 因为他得充满 他大得者 所以大得敦化 敦就是好像山那样 在那边不动 要敦 对方自然能够得到感化 大得敦化 有这回事啊 好像太阳在那边不动了 万物就可以云云生长了 又放光放热就好了 这就是我们对心要了解 心可以成就一切 人的心灵是相通的 我们不要以为心灵是住在身体里面的 不是啊 你仔细去想 心灵是无形无相 无所不在的 所以当你的心灵沉静下来的时候 别人的心灵也会沉静下来 你的心灵 进化式 你的心灵就是同时在进化 众生的心灵 所以不是用言语去纠正别人 是直接的进化他的心灵 一个有大德的人呢 他可以直接进化你的心灵 不需要跟你讲一大堆的道理 也不需要纠正你的行为 简单的说 不必用教条和戒律 都可以让你的心灵产生质变 这个常常有的 后学就有亲戚啊 小孩子很坏的 他就讲说 我从来没有这样教过他 我们都是教导 小孩子不会教他学坏的 对 这就是为什么 因为心灵的关系 你的心斤斤计较 你希望小孩子不要斤斤计较 小孩子就会斤斤计较 你教他是要他不要计较的 但是呢 他最后呢 你的教育啊 你言语的教育对他没有办法 心灵的影响更大 以心应心 所以人最重要是要把你的心搞定 心是具有一种默契的力量 他很沉默 可是却可以契合别人的心 心灵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边讲 不言之叫无形而形成 这个人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 虚而往实而归 什么话都不用讲 因为他心灵的力量太大 大得敦化 同样我们面对众生的时候 先不要说面对众生 面对自己的家人 重要不是你要跟他说什么 你要求他做什么 要先安齐心 先安齐心就要先安齐心 面对众生自己的心灵啊 一定要先能够空明镜啊 空 所有的这种妄想 欲望全部空 空了以后就明 就有智慧光明 给人一种光明的感觉 一般人就是不空啊 好像屋子里面塞满的东西一样 心中塞满的忧愁 苦恼想法 执着 欲望 这就没有光明的感觉 也没有智慧 这是一种感受啊 当别人接近到你的时候 他感觉到是光明的 而不是黑暗的 那进一步就是他开始进化 开始有进化你心灵的力量 然后快乐 跟他接近快乐的感觉 他也快乐 你也快乐 一句话都不用说 心里就 那种伐喜就慢慢出来了 众女阅 夫子 圣人也 某也 他为为什么 明明是秋为什么讲某啊 因为这个是 对于圣人的一个尊敬 不敢直接称他的名字 不敢直接把他名字 喊出来 就说某也 事实上应该是念秋的了 这个某只是说 孔门之徒啊 对于孔老夫子的尊敬啊 所以把他念成 碰到冯秋变成某 就是当那个秋是指定 是孔子的名字的时候 他就把他念成某 但是你如果参加联考 如果注音写某的话 那就错了 那只是孔门之徒 对于夫子的敬仰而已 照理说在庄子里面 不应该注音成某 不应该注音成这个样 夫子圣人也 某也之后而未亡也 他说这个王夫子啊 是一位圣人啊 他说我孔秋啊 不过孔秋呢 之后而未亡也 他说我落后别人啊 我很遗憾 我没有赶快去求教于他 他说我还想要去求教于他 当然了 这个孔夫子他是很好学谦卑的人 连七岁的小孩子他都可以拜他为师 他说某将以为师啊 何况不落某者乎啊 他说连我孔秋 我都要把他当作我的老师 何况不如我的人啊 何况不如我的人 西家辱国啊 他说何止是辱国啊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孔秋 我希望能够呢 带领天下的人啊 统统去追随这个夫子 全部去追随他 因为他已经到达了不言之教 无为而化 最高的境界 人最高的境界不是用言语 教化 不是用戒律来约束规范 而是能够以心应心 一句话都不讲 你的心灵就转变 这是最高境界 这一分的境界 不信心 不信心 降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